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了解就别随便加入我们的游戏 这里充斥着死亡与暴力 一般人无法承受 懂吗 那这个游戏公测了吗 不是 这个是蓝经游戏 死亡游戏 不公测 那有复活币吗 没有复活币 这不是游戏 你不说是游戏吗 不是 这是你自己玩的游戏 一共50个任务 最后你的任务是自杀 听懂了吗 行 那我到最后不想自杀 怎么办呢 没有 不想自杀 任务必须完成 否则我们人肉你的家人 到时候你自己看着办吧 行 那我最后一关 我找带恋呗 那我找你行吗 你带恋 不是 你不想玩的话 没人逼你 你垃圾 疯祸 你他妈放屁 我穿我就不念了 全版我投我最长 炫骨我九银个满份过 上次我去吃包子 老板跟我装逼 我叫了一万多个人 把他店都围上了 围了整整一天 让他一个生意都做不了 不是 那你兄弟围了一天不乐呀 乐了我就给他们买包子吃 花了好几千个钱 最后老板公公斤斤的把我送走 让我下次再来 行了 你别磨叽了 净说些没用的 你玩不玩 不玩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别在群里待着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敢玩的东西 我现在就加入 你告诉我咋玩 行 第一关 你用刀片在手臂上刻出F57 你这不飞着流吗 第二关烫烟花啊 不是你不社会人吗 刻个字你就怂了 我们社会人只有砍别人或者被砍 没有自己砍自己的道理 我们的刀尖永远指向我们的敌人 还能不能有点别的 行 我给你换一个 明天凌晨4点20叫我起床 我给你推荐一部恐怖片 必须看完 自己看完 我还4点20叫你起床 我是你爹呀 我给你把早餐也端上来得了呗 知道我为啥初二我就不念汇车棍了不 为啥 就是因为学校要求我6点半起床 我都他妈起不来 你4点20我有这劲 我练练口语 现在我上清华了都 不是 我让你参加游戏 我让你给我讲故事呢 这游戏十分有趣 你不参与其中你根本体会不到 那好玩 那不玩呢 不是 我玩的谁当管理员啊 来 你玩吧 我管理你来 你现在你可以自己磕吧 磕那个什么期 你这么说 你非常了解自己的组织 是不是啊 你有权力进化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屌丝或者垃圾 是吗 对 我们就是格里斯南京组织的中国代理人 我真受不了 你是干代购的啊 代理人 你能代明白啥 你告诉我 南京游戏的发言力是哪 俄罗斯 南京游戏的名是怎么来的啊 南京本身代表的啥呀 南京游戏发起人名字是啥 我知道 你知道个鸡吧 你就知道个俄罗斯 俄罗斯首都是哪 你告诉我 我凭啥告诉你啊 不是 来 我问你个最简单的 来 俄罗斯上一个最火的游戏是啥呀 啥 这你都不知道 俄罗斯方块 我跟你真是 这基本问题你都回答不了 你就打算扮演死神的角色 诱导别人放弃生命 你凭的是啥 我就问你凭啥像个弱智似的天天在网上找快感 你还要人肉 我人肉怎么解释 你告诉我了 不是你神经病吗 你他妈神经病 你这个智商天天出门 你自己能找回家就不错了 还找我家 来我家干啥 你给我妈拜个晚眠呢 我他妈真对你这样没话可说 你快死去吧你 我去你妈对吧 操你妈 操你妈 你妈 你妈怀孕了 你老熟先生都得操 各位老铁 我是酷酷的腾 俄罗斯方块曾经陪伴了我的童年时光 那个时候跟同学争抢游戏机的画面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 而今天我们有多少孩子却被这个所谓的蓝经游戏荼毒 多少孩子在面对挫折后没有受到正确的引导 却被这些黑暗恶心的游戏洗脑 最终走向了一条特别极端的道路 每个孩子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 任何人都无权去帮助别人仲裁他的人生 更无权引导他结束自己的生命 更何况这些指挥者多半都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更没有任何底线 垫心损人不理己的臭狗屎 我所有的老铁们答应我不要伤害自己 也别伤害其他人 我爱你们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 我爱你 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害罪深邃 干净又透明 我想那是他们没见过你的眼睛 再见 对方言之一位 对方言不信 还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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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信